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五官密码识人数的第一堂课 大家非常的荣幸能够听到侯老师的课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侯老师在课上也分享过 老师是掐指一算这个平台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我们在地理环境科学委员专业会的执行副会长 所以说老师在我的专业板块 除了面向识人这个技能之外 老师还会在课程当中 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老师的其他的能力 比如说结合我们的风水 结合我们的八字 以及梅花艺术 还有一些易经的内容 所以说能够听老师的课程 首先我们的面向识人课程 是非常的简显易懂 非常直观 只需要通过去直接看他的面部特征 和五官的一些特点 他就能直接分辨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以及命运走向 同时老师也会在此当中 加一些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 比如说易经的一些道的一些智慧 包括风水环境的布局 包括怎么结合一些我们的生成八字 和阴阳五行的内容 所以大家很有信 那学习这个呀 相当于我们也快过新年了 给自己的一个学习礼物 帮助你收获八大能力 首先我们在课程讲过 收获哪八大能力呢 比如说了解自我 你可以通过看看自己 知道自己的优点要发挥出来 知道自己的不足呢 要学会转化自己不足的地方 从而帮助自己啊 更好的在于人生当中啊 有一个能够正确的方向 给你做个指引 那第二个呢 识人用人 这个识人用人呢 我们也讲过 你除了可以识自己的身边的人 比如说自己的老公 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父母 以及自己身边的朋友 你更重要的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 或者是一个管理者 你可以一眼看出 这个人面部当中的一些行为风格和特点 把他放在对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人 明明是性格比较急躁的人 那你就可以把他放在一些 突破型的岗位 比如说行动力的岗位 如果说这个人 他的性格呢 是比较木囊 他不爱说话 那他特别适合做一些服务型的工作 甚至是研究型的工作 当你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避免很多的损失 你千万不会像之前 不懂得识人用人 你把一个明明适合做销售的岗位的人 放在做技术开发 那这就适得其反 也容易在生活当中啊 有很多的遗憾和困难 那第三个呢 是趋机避凶 包括我们怎么去识别 哪些身边的人是害我们的 比如说哪些可能是性格比较茅草 甚至有暴力伤害的 甚至哪些是渣男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能力呢 去给自己有一个预判未来 因为我们想要改变未来的话 我们只有预判到未来 才会保护你的未来 从而改变你的未来 当然还有一些可以通过面向当中 我们也讲过一些跟健康 跟疾病 跟寿命有关的 比如说面部的哪些气色 影响着你身体的哪一个五脏之气 从而提前预判有一些风险 那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能力呢 帮助你在一些疾病还未发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提前做规避 当然呢 也能跨越阶层 你想象一下 当你掌握了面向能力之后呢 你学得特别大扎实 你看人的话 你就多了一个通过看相的维度来看人 那你身边的朋友 你告诉他 你说我会看相 那你也不需要他的出生年月日时 你就通过他的一些行为特点和面部特征 你就对这个人了解一二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他瞬间可以帮助你打开你的人际关系圈 你想象你吃饭的时候 一桌人 你说我跟一个老师学过面向 略知一二 他们一定会说 哎呀你会看相啊 你想象 你会看相 然后你通过 给他断一下他面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还断很准 那你就成为你们圈子里面的焦点 当你成为你圈子里面焦点的时候 那也就意味着很多际遇和很多机会就向你奔来了 那你想想一下 那这个时候所谓的一些朋友啊 一些贵人啊 都会向你吸引而来 包括一些财富倍增 那怎么跟财富有关系 当然了 你知道自己面向哪个部位走得特别好 特别饱满 特别圆润 有明亮的这张气色 那也说明你这个时候的财运机遇是最好的 比如说我25岁 对吧 25岁看额头 额头这个部分特别好 那你自然而然知道我25岁这一年 我要加快我的努力 从而提升我的财富 当然也可以帮助你 在感情和婚姻上面去更加圆满幸福 老师也会都为教会大家一些小技巧 面部的一些改善技巧啊 比如说一些化妆的技巧啊 比如说一些服饰啊 一些饰品的一些帮助啊 从而帮助你更好的提升你的婚姻幸福 圆满的这样的能力 那这都会在我们面当中讲到 而且我们的课程呢 一定是全程陪伴式学习 这里面呢我们有实战的演练 老师会通过讲完一个部分啊 做总结的时候 大家一定也会在生活当中啊 有很多的真人案例 你都可以发到群里面 老师以及老师的助教团呢 都会帮大家做一个分析 帮助你通过实践来提升你看人的能力 这个非常重要 老师呢也会有一些直播的答疑 大家学完之后一定有些困惑 这也是学习我们后端课程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有及时的疑惑之后呢 我们会总结大家的一些疑惑问题 帮助你更好的解决你的疑惑 从而提升你的实践能力 以我们的三个月的社群陪伴 所以你看我们配了助教老师 配了老师 还有一些师兄师姐们 还有班主任 这么多朋友 这么多优秀的伙伴 来和你一起学习 那你这个能力 想不掌握都难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又简单又直观 又有这么多人陪伴 还能随时提问 那我也非常期待 大家在学习老师三个月的课程之后 你在看人 识人 用人的能力上的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情景 这是我非常期待的啊 所以你看学还之后 调节自己的优劣势 生活更幸福 在关键问题上做出最佳选择 发现未知的风险 避免一些损失 克服自己的缺点 提升个人的运势 帮助你更好的投资人 投资项目 做投资决策 以及甚至为了成为高级顾位H2 让你拥有社会地位和名望 这都是可以学习我们的面向 这个能力 所拥有的一些 我们的状态 非常的棒 而今天的内容 也是我们的第一节内容 老师呢 会从两个维度给大家分析 第一个维度啊 老师会给大家讲讲 面向的起源 因为面向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讲面向的起源呢 因为我们如果学习任何一个技法 任何一个技法 它没有非常清晰的脉络 我们很难升起一颗自信心 也就是我不知道我学的是啥 我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经过别人的验证和时间的考验 那我学的时候就是因为特别放弃 而老师把这个面向传承的脉络给你一点点的拆开 告诉你这个面向经历了哪些朝代 哪些人用这个面向 它获得什么样的成就 跟大家有什么关系 那你未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你就非常有信心 你起码知道这个知识呢 是古传下来的 那古传下来的知识呢 它是有保质期的 它是经过时间和历史多位大人物验证的东西 所以你完全可以大胆的使用和练习 也说明这个也不是老师自己自编的 很多老师特别喜欢自创 那自编的东西呢 就就得就得考虑的 那这个东西 第一到底有没有经过时间的验证 第二准确率怎么样 那这些都不靠谱的 所以老师讲这个面向起源这个板块 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升起一颗学习面向的自信心 让你学的时候呢 更加有自信 更加感断 感看 而且保证这个文化是非常有清晰传承脉络的 这也是区别其他学习数 非常好的一个板块 面向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的 第二个板块呢 也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们重重之重 你必须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百岁流年图 老师在线上呢 也讲过一些 但老师讲的不够深 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将会教给你啊 如何更快速 不需要去背的方式 记忆好百岁流年图 以及男相和女相百岁流年图的一个差异 那你学会这个之后 迅速知道哪个部位 堆着哪一年 堆着哪一年之后呢 这个部位如果有什么问题 那直接预示这个年份有问题 那你想象一下 你就顺便知道 我29岁有问题 那我就可以提前做些规避 而这个知识点 也是大家必须掌握的 因为未来你识人断人 除了要结合五官之外呢 你必须得加上流年的运势 而这个流年的运势 就来我们百岁流年图 那我们继续 首先面相的起源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大家一定内心想问的问题 就为什么面相可以 通过看一看你的脸 看一看你的五官 看看你的这个鼻子大小 耳朵大小嘴巴的这个唇红齿白 你就可以判别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甚至是命运走向 他背后到底有没有逻辑 是不是科学的 那老师想要告诉大家 非常有科学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的预测学 所有预测学 其实都是规律学 而这些规律大部分 来源于我们丰富的经验 和大量的实践 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异是什么呢 东方人土地肥沃 他不需要像西方那种 他是靠大海 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土地资源 他不能种植 缺乏农耕的这样的能力 所以他只有去侵略对方 他才可以生存 而我们东方中国人 得天独厚的条件 老天也给予的 那你就可以种种地呀 你就有饭吃了 那我们古人讲过温饱私盈欲 当你解决了生存的问题之后呢 那我们作为中国人 特别的善于观察 他就开始琢磨了 观察什么呢 观察一些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而总结出一些细节和规律来 比如说观察马 我们古代呢 在长沙 这个马王堆 这个墓地里面啊 就出土了一本书 叫象马术 这个象马术 你就听 跟我们面相有点很类似 就是古代骑马的人 这些马夫啊 他通过观察马的一些行为 他总结出来 看马的一些部位特征 就能知道这匹马 是不是一匹千里马 是不是一匹能够跑得快 耐力足 性能好的一条马 那怎么看呢 比如说看看这个马的牙齿 牙口好不好 能不能吃 马踪 马尾 马蹄 通过这些部分 如果符合一些特点 那我们则可以直接断 这是一个千里马 这跟我们象人也很像 对吧 同时呢 我们古代还会看天象 看看这个天空的云彩 看看天空的一些变化 我们就可以预判出 第二天的天气 是晴朗的 还是阴天 甚至会下雨 甚至是会有一些大雪 这都是古人对这些像的总结 包括农民伯伯 对吧 我们现在种地的 看西瓜 敲敲这个西瓜 看看颜色 看看花纹 这西瓜熟了没有 几分熟 颠一颠 都可以感知出来 而这些呢 全部都是规律学 也就是说 当你对规律的把握程度 就决定着你命运的高低 因为规律意味着先机 所以大家学的全是先机 非常的重要 那这些办法呢 既不是感性的认知 它是什么呢 通过外在的形象 具体的形态来推算的 所以只有学习规律 只有预判先机 我们才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是老师想告诉大家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面相的起源 什么时候就有面相了 在上古时期就有了 上古时期 三皇五帝就已经开始 根据相学来去选拔人才了 所以在大代礼记这本古书当中 他就记载一句话 他说西遥取一状 顺取人与色 与取人与言 汤取人与生 文王取人以度 此四代 五王之取人以至天下如国此 说的就是遥顺与 这些古代的上古皇帝 他们已经可以通过观察人的面貌 肤色 语言 声音 以及他的做事的风度 来判别这个人的性格 来判别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所以他到现在如果追溯历史的话 面相迄今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是毫不怀疑的 古人总要的很多 所以在上古时期你看到没有 虽然还没有形成非常完善的 面相学的这个系统体系 但已经可以观察言语啊 声音啊 做事风格 这个风度啊 那选拔这些大将人才了 所以古代有一本书叫人物志 这本书也是非常的早 人物志 讲的就是作为一个人物 必须拥有的一些能力和特点 再看我们随着这个时间的退移 我们的面相的第二个里程碑 也是历史上最著名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时代 就在鬼谷子 五代十国 这鬼谷子这个人呢 大家也可能听说过 百合之道 权谋之臣 他的徒弟非常厉害 像 彭娟 孙斌 这都是纵横百国人的这个能家 那除了这些纵横的能力 鬼谷子在面相这个板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他就把古代之前所研究面相的 这些零零散散的知识呢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体式啊 一种状态给后人做了个表率 也是真正意义上啊 他对我们像术形成贡献的第一位大神 他的代表作除了我们说这个鬼谷子面相法 还有盲人摸骨 不知道大家看过一部香港电影没有 这个香港这个电影就通过摸这个骨就可以预判他的未来 知道他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现在发生过什么事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因为老师之前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呢 就遇到过这么能人 他就直接摸摸你的手指的骨头 以及摸你的这个隔膊 以及摸摸你的颈部 他能判断出首先你这个家族怎么样 就你家里面出过什么大官没有 还是判别你 你到底是一个农民 还是没当官的 还是一名商人 都可以判断出来 甚至有一些意外灾害都可以判断出来 但是这个技法呢 在现代啊 也比较容易这个少见 甚至濒临失传 老师就见过那么一次 当然也没跟他学习 所以你会发现中国人其实在玄学这个板块 有非常多有意思的这些技术 值得我们一一去探索的 或许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啊 你就能发现 他原来当初创办 或者是去发明这样的能力 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对我当代 对我个人有什么指引 老师都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 那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面向起源就到了 魏晋南北朝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人呢 其实对面向学是非常热衷的 上到天子 众臣 下到普通老百姓 他都会对我们面向学是非常推崇的 甚至出现了非常多这方面的书 比如说 这个面向学的二十四卷 五官杂论 以及这本书 达摩祖师的这个秘传 以及许富许富也是一个 女向师 这个时期 因为什么 因为玄学 儒家 佛家 文化 反复融合的时期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中国这个文化板块呢 是特别神奇的 任何一个文化 只要 进入 我们的 这个中国 它一定会被同化 我们就有这个能力 也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呢 是一个极其包容的民族 极其包容的民族 那你看啊 像这个这个时期 这个玄学 儒家 佛家呢 它就反复的文化融合 特别是佛学的一些思想呢 融入进去 使面向学的理论 有了进一步飞跃 什么飞跃呢 也就是它从表面 面部的一些特征善恶 它直指到我们的人心善恶 甚至后面出现了 成团老祖新相片 讲的第一章 叫 这个人的这个面啊 叫 人心之表 善恶则审心自戒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观这个人 人的表面 就是我们心里糊润状态 只要观它表面的一个状态 那你自然可以通过观察 它的这些行为特征 直到它内心的一个相恶 这其实这个思想呢 就来源于佛学 佛教思想 包括相犹新生啊 这都是佛学的一些思想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少林的达摩祖师 老是从少林寺出来的 少林达摩祖师 在少林寺面壁九年 据说 他的这个眼睛的眼窝 非常深 他具有一双能够识人辨人 看破真相的眼神 这是据传说 所以达摩祖师的 向人的向法 也非常的厉害 包括后面的 蚂蚁神像 柳庄神像 今天有宗国藩 他们会出现 非常多的大能 对面下这个板块做总结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在唐朝 在唐宋时期啊 出了非常著名多的这个相师 甚至在唐宋时期 相师呢 是一个官方认可的一个职业 他是可以当官的 你看像算命呢 这都是在算命看相的 这老是画圈的地方 你自己看 在那个时候唐宋时期 算命这个职业 看相这个职业 是有官职的 九品 我们叫做科长 副科级或正科级的干部 非常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对能够去当官出事 以及未来的成就大小 都非常的重视 甚至在当时 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 李春风 给这个我们的中国第一位皇帝 也是唯一位皇帝 武则天看相 据传说李春风 去到了这个武则天的家里面 先给他三个个看 看完之后 说这面相也挺好啊 那也不是最好 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武则天的家里呢 很简单 因为他在远远的望去啊 在通过风水学 他发现武则天家里面呢 有一股紫气生气 这种紫气生气 是要未来出什么呢 贵人啊 贵智这种 这种顶峰 就出大皇帝 出天子的这个 这个紫气才会出现的 他就过去看了 看来三个哥哥 发现这面相也还不错 但也没有这么厉害啊 这个时候突然 这个武则天的妈妈 又把他抱出来了 因为他那时候呢 不分男女 不知道他是女孩 所以就说这个女孩子 是小娃娃呀 龙腾凤井 幸好是个男孩 如果是个女孩 必能成为什么呢 一代天子 说这个女娃娃能成天子 你想象一下 他就通过看相这个能力 就能分辨出这个武则天 未来的一个发展 就直接告他天子 是非常厉害的 那大家问了 那李春风是谁啊 那为什么这么厉害 李春风 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和袁天刚呢 著了一本书 大家可能知道 唐朝的推背图 通过这个预测 易经推算的方式呢 把中国几千年的 未来一个 这个这个 未来的一个趋势发展呢 全都推出来了 但是李春风 还是中国 也是全世界 给风定级的人 比如几级风啊 几级风啊 是他定的 以及他是历史上 也是全世界 第一个发现彗星 彗星会发光的人 他在古书上讲的 彗星本来无光 是因为他接触了 太阳的光 所以他能发光 所以李春风 他其实是个科学家 但他和袁天刚 因为出现在历史当中呢 特别都是假神秘色彩 又会看相 又会预知未来 还会看风水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能力 也就是他们用这样的能力 才可以给这个 我们讲的武则天 有看相能力了 到了明清时期啊 面相这个板块 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包括我们纪小兰先生 编著的四库全书子记当中 在面相学这个板块 就有九本 就有九本书 包括人伦大统父 太清神剑 月波动亭记 铁关刀 麻衣柳庄等等 这些相法 在明清时期 在四库群里面 就总结特别完善 也就是整个面向的流传 传承啊 非常的清晰 脉络非常清晰 但是在近几十年 由于我们这个艺术文化呢 被边缘化 逐渐不为人知 甚至被人曲解 被人认为是封建迷信 把这些异学呀 优秀华夏 智慧的这些文化呀 被改得面目全非 当然呢 也被一些有心人利用 一看你这个面相 这个这个 有这个一股死气 黑气 未来有破财 甚至有这个官匪 有这个去世的征兆 一顿吓唬啊 给你一顿化解 一顿做法 一顿的给你整 完了你就更害怕 最后发现 啥事没有骗人的 包括一些小说啊 电影电视剧啊 反正这看相的算命的 看风水这些先程啊 没有一个最后有好下场的 就导致当下 学这个文化的时候 人生起 生不了一颗这个自信心 一颗敬畏之心 都是害怕 谈虎色变 都觉得这玩意这么神 这太厉害了 实则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化 其实都是经验和规律纵结 而这样的能力 本身没有科学和迷信 本身没有好坏 真正有好坏的 是你使用这个文化的人 如果你使用这个文化去骗人 你去吓唬 你去图一己私利 那你就是迷信的 这不要学了 那这就越来越糟糕了 如果你通过这样的能力 可以给自己的生活 事业 方向 以及给更多的人提供一些决策 提供一些帮助 未来让他人生更加有希望 有信心 有未来 那这个文化 就是科学的 就是好的 就是可以让我们去传承下去的 所以老师希望你 修灭 不如修心 你只要 学了老师这个能力 老师希望你拿这个文化 拿这个技法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而不是图一己私利 所以我们也把面向学 比作一个人 可以说他是经历了风风雨雨 既见证了文化的繁茂 也经历了文化的低潮 那我们讲文化一定是要还原到时代里面的 因为时代是土壤 文化是果实 一个民族的伟大 就来源于一个文化的传承 也就是民族自信 来自文化传承 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 习大大会提到 我们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然后民族自信 其实就来源于你对中国优秀的一些文化 了解多少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文化是时代产物 但同时也是跨时代的 包括面向学 在内的艺术文化会延绵不绝 是具有其在的生命力的 我们学完这个文化 你对中国这些优秀的智慧 又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你又可以当着 有时候未来你出国也好 你会英语也好 你跟外国人讲解我们面向当中呢 面向学这个技能 你想象一下 你是非常自豪的 就是几千年来 总结了一个能力 总结了一个规律 总结了一种智慧 那这种能力 我相信啊 对你一定有巨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能力 我就迫不及待的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了 那我们来继续看 讲完了我们的历史面向 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看向呢 叫一经眼不足 恕妙口如神 也就是说你这个能力 眼睛有着技能 看这个人 看这个人有这个方式 有个竖法 妙口如神 你只要说 就准啊 所以说看向是一种观察的行为 就是一门专业训练的深层看人技巧 未来看人就不能光看这个人的表情了 微表情了 你要集合他的部位了 那你就可以对这个看人的这个能力有所提炼 而且看向对处事带人判断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是个成功的商人 不能分析身边的伙伴助手客人的性格和本质 从而判断对方的诚信和亲切程度 他的事业绝对不可能发展到至今羡慕的地位 甚至你未来看自己的性格特点 看对方的都是可以的 而我们要知道啊 面向的器官是活的下午 根据某个面向特征的形态 是真的可以确切断定这种性格和那种机遇的表现 但同时面向啊 它是会随着你的修为 眼见 能力 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它不是固态的一个一个状态 所以你如果说看不准 那则说明你在面向这个板块了 你是只知其表不知其内 所以老师不但会表的能力交给你 怎么去能够实施各个把这个能力 把这个看向看人看准的能力教给大家 老师也会讲到 比如说像细小向外偏斜的眼睛 这种表示有贪欲有欺诈的这种情绪 又大又圆的这个眼睛 表示既天真 又幼稚的这种表现 比如说圆的脸 脸孔即使在悲伤的时候 它也是在某种程度有乐观的面容 显得有点乐观 那这个为什么要讲了 就很多男孩子就不懂 其实圆脸的女孩子不管生不生气啊 都感觉就像很乐观的 其实她内心就已经很痛苦很难受 很悲 悲悲推了 那你还看不见 你还发现不了 那就整个会导致你们来感激出现问题 你还觉得她在给你嘻嘻哈哈 其实她内心需要你的关怀和支持 和鼓励和呵护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迅速的知道 原来我的另一半 我的爱人 她是伤心的 这些都可以通过面部来分析 老师都会交给你 所以说面部经常出现的各种形态 都代表着面向信息 而善向者 也就是能够看向 有看向能力的人 可以正确的在面部留下的信息 找出可以充分判断出 人的性格上的线索 这个能力非常重要的 同时 向学跟我们中医是通着的 中医讲望闻问切 望枕 什么叫望枕 就看看你的眼睛 鼻子伸出舌头 看看你的舌胎 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的疾病有哪些 在数百年前啊 一向是通源的 因为古代的一些经典 比如林书素问 它里面就有非常多向学资料 给大家看一看啊 而通过我们的这个中医的看向能力 我们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形态和色泽 就会有什么样的病症 有什么样的形态色泽呢 就会有什么样的个性和运气 所以正统的向学确实是需要一个良好的根基 作为学习平台的 你们能够来到KK8 能够听侯老师讲面向课程 你们就已经非常荣幸和幸运了 因为老师会把自己所有的经验 以及失传的经验全部交给大家 绝不保留和这个捏着藏着 同时呢 又有三个月的时间去实战练习 又有老师陪伴 因为他也特别幸运 而前人所著的向学资料 都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观察和记载着数据 都是平时非常的 绝对没有一点神秘和迷信 它其实就是一种大数据能力 他把每一个不同的人 做个分类 做个总结 通过无数个经验和数据 对接出来这样的能力 这些能力不需要你总结了 也不需要你自己琢磨了 老师把古人总结的经验 把我师父的经验 把我父亲的经验 以及我的经验 统统打包 浓缩成进化 全部交给你 就想想 你花一个六九八年的钱 学这么多人的经验 太值了 那么接下来再讲讲 那相学的相格怎么形成了呢 这个面相 它为什么有的人大 有的人小 有的人鼻子大 有的人小 有的眼睛大 有的眼睛小 一刷一片 带一片 两个原因 内在因素 外在因素 首先什么是内在因素 两个板块 生理学 你的体格 形态 遗传 这个基因 以及出生的这个地方 都会形成先天性的因素 南向和北向就不一样 南方人的面相 和北方面相完全不同的 你是要的分析 你看广东这边的人的 嘴唇都比较厚 面相一看就是南方人 而浙江和这个新疆 和这个这个清藏呢 北方清藏 新疆内蒙的高原那种地方 包括草原那种地方 面部写的很粗犷 完全不同的 当然有的人脸上有横肉的呀 有个不同姿态的 那都跟祖上基因有关 比如说祖上 他就有屠夫打仗的 那当时一个环境 形成了他一个基因的代码 到后面就传给你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一个家里面 可能你生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男孩 两个人相差不大 但面相是天地之差 有的黑 有的靶 有的瘦 有的胖 都跟这个有关 第二个是心理因素 你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意志特征 感情的一个取向 你的智能的发展 以及你的品格习性 它都会形成 个人的基本的一个愿望 从而形成一个内在的因素 来影响你的面部 我们讲阴阳表里的关系 就在这里 第二个呢 是外在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成人之后 也就在14岁之前 没有接触这些社会和教育的时候呢 在3岁之前吧 我们人的这个面部特征 是由这个心理啊 以及遗传基因造成的 而到了社会上 我们就会受到婚姻生活 你的另一半 你朋友 你的职业形态 以及一些 一些关于职业的风俗 和当地文化的风俗 这些环境 对你的一个潜移谋化影响 还有教育 你的学校教育 你的学历 你的集体训练 你的社会历练 都会对你的行为质量 进而进行培育啊 改造啊 这些质量都会一下你的这个 面部特征 比如说练体育的 天天练体育 天天上岗 压力 咔咔 对 你发现他的骨骼就非常鲜明 骨骼鲜明 我们知道我们讲阴和阳 骨骼鲜明的人是阳还是阴啊 是阳性的 那阳代表积极 代表向上的 那说明他做事啊 他可能更快 更行动力更强 所以你会发现 根据你的一些后天的 所接触的人事物 所接触的一个环境 也会影响你的 面部特征 这两个我们要分析 所以你在看相的时候 一定要多几点维度 你要问问他的职业是什么 你要问问他是哪里人 你要问他的年龄 你要问问 他一些特征 比如说南北的差异 包括这个你身边的朋友 你要学会观察这么多维度 那未来对你的看相 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帮助 讲完了这么多 老师来今天把最壮的这一点 要给大家讲一下 百岁流年图 我们作业呢 也是从这里面出的 因为我们课后有作业的方式 老师在课上讲过啊 老师在课上讲过 但是讲的不够细 那今天的老师第一节课 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张百岁流年图 我们古人呢 把我们的100 100岁这个年龄啊 99岁吧 全部在我们的面目当中 你看 全部在一圈 99在这里 看到了吗 99 100就在这里 所以说百岁流年图 那大问题来了 那有的人活到了101岁 看哪里啊 102看哪里啊 我们在课上讲过 耳朵代表的是1至7岁 看到吧 1至7岁 如果是101岁 继续回来看耳朵 看你的天伦这个部分 部分 所以我们来帮助大家捋一捋 我们在课上讲过啊 1到7岁 看你的左耳 8到14岁 看你的右耳 14岁完直接往上走 看额头 额头最顶方 这个每年间这个位置 是15岁 你看他的规律啊 接下来就16岁 中间一点 中间一下 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再看啊 16岁 17在哪 17就在左边 18就在右边 然后再放到中间 看到没有 19就在中间 然后呢 再是左边 20 对 20对吧 21 在右边 22 又中间 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律啊 如果你发现 当时老师也不懂 不知道怎么更好的记忆 这个这个这个百分之年图 就死倍 后来研究研究才发现 哦 这么明显的规律 也就是说 15 16 17 18 你中间一下 哎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再中间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在中间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再中间 这个规律 你可以仔细琢磨 这也方便 你记住 看下 他都是这样的 你看 然后呢 23 又左边一个 24 又右边一个 好 25 就在我们的额头这里了 我们今天呢 这个 大家需要掌握的呢 不需要把这些名字 这个记住 但是呢 你要知道 每一岁在哪里 非常重要 然后25 是我们的什么 印堂上方25 26在哪里 26又在我们的两个额角 26这里 27 秋林 在这里 在右边 然后继续又放到中间了 哎 28 28完了 继续又是左边 我们的眉尾 29 啊 眉毛最尾端 哎 再放到右边 30 30 这个部位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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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之后呢 31在哪里啊 31就看眉毛 也就是说 30岁之前 所有的流年运势 都在我们的额头上方 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讲额头为上 也代表天 代表你30岁之前的一个运势 就来源于百岁连运图 也就是说 你如果想看30岁之前的运势 你身边有30岁之前 包括你自己就是30之前 额头非常重要 啊 每个点 这是推算你的过去 哪个地方有坑 有斑 有疤 有质 有气色 黑气 不好 直接影响那一件运势 讲完了30岁 看额头之后 我们来看看 31看到 31就看左眉 31左眉 32右眉 他们一边一个 左右 左右 啊 33 就这里 34 又是右眉的眉尾 啊 看完之后继续看 眉眼是要配的 所以眉毛和眼睛 连在一起的 35看什么 这个可不是看眼皮 他写在了眼皮上方 他不是看眼皮哦 他总要35这一块 老师给你画一下 试看这一块 看没有 老师画这个部分呢 也就35 太阳这个部分 是眼皮 眼睛里面 以及眼部下面 都有影响的 啊 然后再搞右边 左一下 右一下 36 眼睛 眼睛 看到没有 然后37 38 39 40 就整个眼睛运势 从35岁开始 一直到40岁 结束 有规律 你看从上到下 左右中 左右中 非常有规律 也非常好记忆 这个大家必须得记忆 未来老师希望 问到你 比如说我们 7岁看哪里啊 你知道 耳朵 25岁看哪里啊 耳朵中间 31岁看哪里啊 眉毛 左在眉毛 接着希望大家能够 非常快速的 把这个说出来 看完40之后 我们继续看 41到了山根 41到了山根 也非常重要 42和43是在山根 眼角的 这个位置叫 金蛇和光电 紧贴着你的这个 山根的两边 那两边 42和43 然后继续 44又是年上 那就山根偏下一点 眼睛两眼之间 下边一点 45呢 是受伤 什么叫受伤呢 就是你整个鼻头的 正上方 就是受伤 代表你45岁的 这个运势 46 47 是你的左右 全股 如果你刚好 是在46岁 47岁 那你的全股的 形态 高低 保败程度 以及气色 直接影响着你 4647岁的运势 继续 你看没 左一个又一个 又到了48 转头 继续 49 左一个 50 又一个 蓝台 停位 再到中间 人终51 继续52 左一个 又一个 53 54再左一个 55又左一个 然后56 法令 57 法令 继续 58 胡尔 59 两侧 这里 法令 卡 这里 两侧 你要足够的看到 59完了之后 到嘴巴 继续到中间 嘴巴 叫水星 水星完之后呢 61 是沉江 沉江这个位置 我们讲 一个穴位 中医讲的 沉江穴 为什么叫沉江呢 就是说古代 喝酒的时候 酒杯贴着 这个位置 乘着这个 穴 这个就 穷浆玉液 这个喝水 所以这个 这个穴位 就叫沉江 喝酒的 叫沉江穴 62 地库 63 地库 看到没有 继续 然后64 65 然后66 67 68 69 这些呢 你都需要一点点对照 一点对照 然后看哪里 然后继续 看七十 看七十 我们继续 七十 在这个沉江穴的下面 叫送宫 中敲 送宫 七十一地格 七十二奴仆 七十三 七十四 塞 七十五 然后从哪里 七十五 一圈 继续下吧 七十六 老师这个 点的太短了 老师怕你们看不清 七十六 七十七 回去之后啊 听完老师堂课 老师希望你按照老师的节奏 把百岁六年图从一岁到九十九岁 过个遍 因为时间内老师不在这里详细给大家过了 你必须得过一个遍 这是个作业 只有你过一遍 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理解每个部位具体在什么地方 这个图非常清晰了啊 所以老师就把它画掉 这张图呢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发到群里面 当然了如果有时候你想截图 你就截个图 截个图 告诉你怎么记 你可以截个图 来 老师接下来讲一个更重要的支点 男女是要换的 左为阳右为阴 左代表男 右代表米 所以除了中交 就是我们看年龄 除了中间这条线 这条线不动之外 除了中间这条线不动之外 剩下两边得对调 也就是说17岁 对于女孩子来讲的话 那就是她的18岁了 要对调来看 男的呢 是从左边开始数 1到7 对吧 7到14 女的呢 从右边开始数 1到7 7到14 中间这条不换 因为中间这一条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我们叫做中央十字器 什么叫十字器 来给你数一数啊 天中 1 天庭 2 司空 3 中正 4 印堂 5 山根 6 年上 7 寿上 8 准头 9 人中 10 水心 11 陈江 12 宋公 13 帝格 14 这条线是不动的 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这条两面调换 当然老师也知道 那老师呢 那我调换呢 记不住 就是太乱了 有没有什么帮助我的呀 有 老师提前给大家想到了 老师把女部的面相呢 给大家根据调换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图 你呢 直接截图 女孩子就看这张 男孩子呢 就看上面那张 你看老师给大家做 用心不用心 你看 全面掉了个变 方便你更好的记忆 这个记忆完之后 那这基本 你的内容 今天要掌握这一点 就记住了 那所以这样 老师再讲一个中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中央14期 13期 14期 有的叫14期 有的叫13期 13期呢 是把这个宋唐 70岁给免掉了 这里没有这个宋唐了 看到没有 所以叫13期 14期 每一本项书 让起来不一样 那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一条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讲过这一条 是中轴线 是决定了我们命运的 所以这一条 你千万不敢有任何的变动 比如说斑八 制衡 都不能在这一条 这一条出现问题 全代表着灾难 非常重要的 这一条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 讲上庭的时候 我们中庭 下庭 会给它拆出来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说 你其他的位置 不一定要记守 但这一条线 必须记守 因为古代还讲到 三观四爱 什么叫三观四爱 就是人生的七个大关卡 七个大关卡 啥七个大关卡 第一个关卡 这里没写 十五岁 在额子里 十五 为什么 为什么第一个十五是关卡 你没发现 十五岁 是刚好 我们从我们的耳朵 对吧 直接连到了我们的什么 连接到我们额头 所以第一个关 就十五这个地方 我们讲美人间 为什么美人间很重要 要必须剃掉 它的背后原理就在这里 你十五岁 是一个第一关的 你这一关 如果有肩破 冲破这个位置 美人间 这代表你早年十五岁 要不你学习多变动 要不你学习环境变动 要不你生活环境不稳定 总之是非常不如意的 所以十五岁 这个位置 决定着你的早年运势 美人间 必须给它剃掉 哪怕现在过了十五年 给它剃掉 因为这是一个关卡 第二关卡 二十五 中正 二十五岁 我们二十五岁 是不是都是出社会啊 第三关卡 二十八 二十八 我们今天先讲这三关 我们明天给大家分享四案 分享四案 所以 老师在下节课的内容呢 会直接给大家讲上庭 我们再拆开上庭 具体在什么部分 以及把今天讲的跟上庭有关的中央十三期 比如说天中 天庭 中正 司空 印堂 都给大家讲到 同时会讲到顺随人的面向 是什么样子的 上庭 什么样的面向 代表人的运势啊 性格呀 发展呀 有什么样的变化 老师是先把一个总的上中下 分为的三节课给大家讲 为什么要讲给大家这个呢 是希望他有一个这个整体思维 后面再局部拆开 那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今天内容啊 我们今天的第一天课程呢 就就结束了 老师先讲了什么呢 先讲了这个历史发展啊 其次又讲到了我们每一个朝代的一些人物 他的一些面向 一些面向的著作 以及我们何谓看相 看相之后你用的能力 以及一些相格的形成 也有些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以及百岁流年图 百岁流年图的技法 以及男女百岁流年图的差异 比如左边代表什么 右边代表什么 男女什么差异 这场图也给到大家了 那我们希望大家呢 能够积极的完成作业 我们第二堂课再见